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 树苑 Hereditary 有第一次拍电影就大受好评的 Ari Aster 指导 演过灵异第六感 小太阳的愿望的Tony Kled 还有Gabrie Bryant Alice Wolfe 主演 没有错 我是一个很不喜欢看恐怖片的人 于是在我一百多部的影评当中 我只做了大概两部 分别是安娜贝尔造孽 还有今年的境界 可能还有一部母亲吧 但那一部应该比较不算 不过树苑这部恐怖片 比较不是我讨厌的那种类型 还是有吓到我的地方 但是是很不一样的那种 这部电影没有想要吓你 而是一直要让你感觉到 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子发生的 妈妈我不喜欢这样 但又不是母亲那样子的 超展开剧情 昨天刚上映就有人说 树苑是今年最雷的鬼片 的确它不是一部以下人为目的的娱乐性鬼片 而比较是文青世 故事性戏剧性的恐怖片 但绝对是一部好电影 这也很清楚地在它网络的评价上面 虽然说宣传都说 灵妇评神片 新世纪惊悚片 2018最期待的恐怖片 什么连温子人都下破胆这些风号 那我们看看烂番茄网站上面的分数 你会看到影评给的很高分 但是观众给的爆米花分数是不及格的 我想这就是因为这是一部不那么纯粹娱乐性的恐怖片 买票前你要事先准备 要打个比方的话 比较像是零一第六感那样子的恐怖惊悚片 当然如果你喜欢去年的胜入之死的话 那我想这部电影绝对会是你的菜 我个人不喜欢恐怖片就是因为 不喜欢恐怖片它把每一个观众都当成小孩子在下的那种手法 宿愿就不是这样的电影 我个人是还蛮欣赏的 整部电影的核心是这一家人不和谐的家庭关系 非常重要的这部电影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性 以及人的心理状态 如果你保持着一个看鬼片的距离来欣赏 那会让这部电影很可惜 它是一部需要我们在心理上做得比较近 跟它比较没有距离的一部电影 当然因为这有文化上面的差异 这不是红衣小女孩 所以完全要我们投入到这部电影里面去 我想还是有难度的 虽然这部电影的表面上是在讲一个超自然力量的故事 我们看到很宝贝的一家人发生一些很恐怖的事情 但让我享受的是这一家人这几个主角 他们身上的故事 而不是他们发生的事情 我们不要把它当成细说台湾 用一般的鬼怪故事的观点出发 你会看到苏元这部电影 它很认真的在描述这一家人之间的问题 他们在彼此的沟口上面有很大的障碍 以至于在面对重大伤痛的时候 没有办法互相协助 他们看起来选择了完全不足夷 我们单独以角色来看 每一个角色都在很强大的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也就是PPSD 也是在这个时候人会变得虚弱 变得让人有机会趁虚而落 有很多的电影是在讲 家人之间彼此同心协力度过难关的故事 像是今年的境界 而宿愿就是一个恰恰相反的故事 于是每一个角色都非常的孤单孤立 画面上面一直使用主角雕刻的那个模型 让我们感觉到一个诡异 又好像一直暗示着什么事情正要发生 有一个庞大的力量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之外 这也是这个导演他做的很厉害的地方 他一直让我们想像画面之外发生的事情 去营造那个恐怖的感觉 这部电影让人在看的时候有很大的紧张感 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这一家人流走 再也不会好起来的地方 然后一步步的走向那个黑暗的深渊 配合上那个导演精心设计的画面 极大的互爱 以及非常加分的运镜还有剪接 就一整个给人超级大的信仰 这部电影跟《生物之史》一样 都提到了希腊悲剧的故事 提到了海克利兹的故事 还有提到两个曼王献祭自己女儿的故事 如果你想要在进电影院前 更看懂这个电影的话 可以先去了解一下这两个人物 如果你们有很清楚的话 演员都非常的出色 主角Tony Clay 他的表演非常棒 可以说是神级的恐怖片表演 曾经以《零一第六感》入围 郭奥斯卡最佳人配角的他 非常的有机会 凭着这次的演出再次入围 这个被折磨到不成人样的妈妈 非常的有演技上的挑战 她做得很好 不管是面对恐惧疑惑 或者是有恨无处发泄的情绪 然后这个小女儿的表现则是 有跨人典籍的作用 非常的重要 提供给这部电影比较成功的一个 一份的 儿子的表现超厉害 尤其是有个非常重要的长镜头 很让我印象什么的 这是一部很特别的恐怖片 导演非常的有才华 虽然说在剧情上面 没有什么太创新的想法 完全用电影的手法 让我们感受到一股 不寒而栗的恐惧感 我看完之后 我很不清楚要做什么反应 好像没有被吓到 但又觉得的确经历了一场 地狱之旅的感觉 这是一个有秘密 有很多细节在里面的故事 希望你们能支持我 再做一部有雷的影片 不管是按赞、分享 或者是在下面留言好吗? 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 总体而言 宿愿是一部 不那么有娱乐性的恐怖片 诶...想尝试不一样的 心里惊悚恐怖片的观众去欣赏 我会特别推荐给 如果你觉得 从来没有一部恐怖片 有吓得到你的人 去挑战这部电影 或许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还有把大家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 你有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之内 知道我上传影片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 再按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 或的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让我知道 这是罗威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 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